中國廣東獨立記者黃雪晴提倡女權 被視為中國MeToo 運動先鋒 但如今淪為中共維權 殺雞儆猴的目標 就在十四號廣州 終極人民法院裁定 黃雪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程 被判入獄五年 他的好友 勞運人士王健斌 也被判刑三年半 他們兩人被支持者稱為《雪餅》 據悉雪餅兩人否認不法 但先前起訴書指控 他們多次發表歪曲 詆毀中國政府的言論 還涉嫌煽動他人 才因此被定罪引發外界反彈 法院的外面還設置了護欄 這非常可笑 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 強烈譴責非公正審判 國際特赦組織也發文宣 呼籲中國馬上釋放雪餅 黃雪晴 黃雪晴扮演MeToo運動重要推手 大明早就登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場外會議 如今積壓近千天後 仍難逃中國打壓遭判重刑 也在微博掀起熱議 直指涉港造反才被盯上 勢必在中國引發新一波寒蟬效應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